闪婚交期太迷人 第239集 那些往事 公馆咖啡 顾潇潇穿着一身高跟鞋 哒哒哒地走了进去 她交好的容颜 再加上一身华贵高档的品牌 一下子就吸引了现场服务员的目光 立刻就有服务员迎上来 你好 小姐几位 顾潇潇优雅地微微一笑 一位 好的 您要包箱还是外面的雅座 服务员热情地问道 顾潇潇说 要坐就可以了 服务员应和 好的 那您这边请 服务员把顾潇潇带到了里面的雅座 顾潇潇依然是优雅地坐了下来 然后缓缓地把墨镜给摘了 拿起菜单看了一下 这个蓝山咖啡跟这个点心 还有这个 顾潇潇随便点了一杯咖啡跟一些甜点 只是她随便一点便都是店里最贵的东西 看得接待的服务员笑得眉眼弯弯的 他们都是有业绩奖励的 当然希望客人多点一些 顾潇潇把点好的菜单递给服务员 然后开口问 一会儿还是你送过来吗 服务员恭敬地回 可以的 一会儿我给您送过来 服务员走后 顾潇潇绕着周围环境简单地看了一下 这是一家还算比较高档的咖啡厅 不过她很多年都没有在国内 所以很少过来 如果她在国内生活的话 说不定还能见过这个女人 不过也怪不得她在这个咖啡厅里 只能当个扫厕所的 一想到她是扫厕所的 顾潇潇的心里就莫名地有许多优越感 服务员也很快地把咖啡送了过来 小姐 您慢用 服务员恭敬地把咖啡放到桌上 顾潇潇微微地点头 然后又把服务员给叫住了 诶 您认识一个叫夏末的吗 服务员的眉头微微一皱 夏末 店里之前有个叫夏末的 他是知道的 后来听说傍上了有钱人 然后就离开了 从此之后的事情 老板就不让人在店里提有关于夏末的事 而且店长说是自己辞职的 但是也是听说 是老板要让他辞职的 服务员不确定这个女人问的夏末 是不是他们之前所认识的 顾潇潇看出服务员眼里的疑惑 以前在你们这里扫厕所的那个夏末 单身 有个女儿 哦 您说的是她啊 她现在没有在这里上班了 服务员立刻回答 夏末担心妈妈 有一个女儿 但是不知道她女儿的爸爸是谁 店里的人都说 她的女儿是因为在外面跟人家乱搞才有的 所以店里的人都很看不起她 后来就听说她被人给包养了 刚开始听说的时候 是说被一个糟老头给包养 后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有一个帅气无比的男人 跑过来给她撑腰 害得那个李欣直接被开除了 后来店里就不让谈论有关于她的事 原本只是个扫厕所的 跟大家的交情都不深 李欣因为她才被开除的 大家也觉得晦气 也就没有再提过有关于她的事 顾潇潇直接从包里拿了一叠钱 放在了桌上 然后看向服务员说 我想知道有关于她在这里的所有事情 服务员看到顾潇潇放在桌上的一叠钱 眼睛直接亮了起来 可是一想到之前老板亲自过来警告过 不能在店里讨论有关夏末的事情 夏末离开后因为之前的事情 夏姨也被开除了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店长后面也辞职了 老板通知下来 店里不能再讨论有关于夏末的事情 之前就有同事因为这个事被开除 现在店里又来了几个新的服务员 知道夏末的事情已经不多了 服务员欲言又止 他很想要桌上的那些钱 但是又担心被开除 看着桌上的钱 无缘疑惑地问 这位小姐 能不能问一下 你问有关于她的事情 是要做什么 顾潇潇嘴角一勾 你放心 我不会做坏事 只是对她比较好奇而已 你放心 我不会对其他人说起的 反正她也不会说出去 告诉她也无妨 而且事情都过去了那么久 老板那么忙 哪里记得这些小事情 服务员这么一想 便小声凑到顾潇潇的面前说 那我跟你说了 你可别跟其他人说 我们老板不让我们讨论 有关于她的事情 顾潇潇不慌不慢了 喝了口咖啡问 为什么 她不过是个扫厕所的 按说这个咖啡店也不低的 老板还不至于 闲到去管一个扫厕所的人 服务员说 觉得她会气呗 顾潇潇没有说话 只是看着服务员 服务员把她来的情况 稍微说了一下 她刚来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只是知道她有个女儿 她工作倒也挺认真的 手脚也很麻利 后来除了扫厕所 还要洗碗什么的 偶尔人多的时候 也让她送送咖啡 后来她就从店里辞职了 一般店里都要提前 一个月辞职的 可是她马上辞职 就马上要走 店里是有权不付她的工资的 可是她非得要 为了这个事 她还跟我们店长吵架了 店里还要做生意 她在这里闹 店长也没有办法 就把最后那几百块钱 结算给她了 后来我们就听说 她被人给包养了 听说 让一个糟老头包养的 就这些吗 顾潇潇的眉头皱了皱 服务员说到信头上 一时也忘记了 老板之前的规定 也没有再压低声音 还有呢 精彩的还在后面 辞职后的夏默 有一次过来店里买咖啡 李欣估计是看不惯她的作风 以为她是自己喝的 所以才在她的咖啡里面放了盐 后来夏默就很生气地 过来店里 说那是买给万豪 那个总裁喝的 那个牧总你知道吗 穆罕宇超级大帅哥 有钱又有财 是个钻石王老五 顾潇潇微微点了点头说 知道 服务员接着说下去 谁也不相信她 还以为因为之前离职的事情 所以夏默才过意上来找查的 谁知道万豪那个总裁 居然在我们咖啡店里出现了 她真的长得太帅了 就像是神底一样降临到我们店里 服务员说着 眼里出现了厌慕的神情 顾潇潇不悦地打断后 又问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后来听他们对话才知道 那女人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 从我们咖啡店辞职 竟然去了万豪国际上班 李星气不过要去打夏默 让牧总一把给扔出去了 那个李星还差点被送到警察局 后来那个女人良心发现 帮着劝牧总 李星才没有让人抓去警察局的 谁知道夏默那个女人 是不是故意在牧总面前 表现得善良的一面 服务员嗤之以鼻地说道 你们老板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才不让你们在公司里面 讨论她的问题的 顾潇潇问 她总觉得事情不是这么简单 服务员点了点头 然后又摇了摇头 嗯 应该是 顾潇潇眸光颜色地看向服务员 服务员被盯得头皮发麻 咬了咬唇说 老板是在店长辞职之后才来说的 不能讨论有关夏默的问题 店里也有人说 是因为那个夏默的女人 店长才被辞职的 具体哪个原因我就不太清楚了 就这些吗 顾潇潇隐隐觉得服务员还有什么事情没有说清楚 韩宇哥哥的手段 一般要开除那个店长应该当天就开除了 店长被开除 如果是因为夏默的事情 那应该还有什么事情招惹到了韩宇哥哥 嗯 我知道的我已经全部都告诉你了 服务员很认真地点了点头 顾潇潇说 你有你们店长的联系方式吗 服务员点点头拿出手机 把店长林小成的手机号码跟名字给了顾潇潇 顾潇潇记下了手机号码又问 那个李星的电话呢 敌人的敌人那就都是有用的人 服务员面露难色地说 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顾潇潇又问 你们之前应聘表格上应该有他的联系方式吧 服务员摇了摇头 他的那些资料已经被警察拿走了 警察 顾潇潇诧异地问道 服务员又点了点头说 嗯 店长被开除之后 过了没两天就有警察过来拿资料 听说是跟一起绑架案有关 老板气坏了 把李星的资料给撕掉了 然后也把李星在电脑里的资料全部删除了 说是店里怎么会出现这样的败类 绑架案 是他被绑架了 还是他绑架了别人 顾潇潇的唇角微微上扬 他心里默默觉得 这件事跟那个夏末有关系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警察只是说跟一起绑架案有关 其他的就没有再说什么了 过来问了一些有关于他最近的情况 听警察说的那些 应该是他绑架了别人 说来也奇怪 他长得也人无人样的 真没想到会做这样的事情 再后来店里就再也没有关于他们三个人的消息了 服务员说道 顾潇潇是个聪明的人 他已经差不多打探到了自己想要的资料 他把放在自己面前的那些钱 移到服务员的面前 但是手并没有松开 而是压在了钱上面说 不要告诉任何人 你对我说过这些话 服务员立刻笑着说 当然我也不想别人知道我说过他的事情 我还想在这里工作呢 想保住饭碗 以后任何人来都不要跟别人提起 否则你保不住这份工作 顾潇潇看着服务员冷冷地说道 他漂亮的脸上全是阴冷 看得服务员的后背一阵地发凉 他有一种刚刚不该把事情说出来的感觉 不过他立刻点头道 您放心 我以后谁也不说 顾潇潇这才满意地把手松开 服务员左右张望了一下 看没有人朝这边看过来 才伸手拿过放在桌上的一叠钱 那叠钱不少 至少有好几千 对于他们这种打工的来说 真的是不少了 关键他也没有做什么事 只是把夏末的事情告诉了这个人 这钱实在是太好挣了 服务员把钱揣兜里 笑盈盈地对顾潇潇说道 小姐 您要没有什么要问的 我就先去工作了 在这里待久了也怕其他人问起来 顾潇潇点了点头 坐在那里 慢悠悠地把咖啡给喝完了 然后想象着 夏末每天在这里擦桌子 扫地板 扫厕所的样子 然后把刚才那个服务员说的话 在脑海里理了一遍 店长被开除 每几天警察就上门 所以店长离职的事情 应该跟绑架案有关 李欣被开除的事情 明显是对夏末有恨 所以李欣绑架的人 应该就是夏末 后来韩宇哥哥知道了这件事 就直接让老板开除了那个店长 那个李欣是被警察抓走了吗 顾潇潇虽然心里这么设想 但是并没有证据落实 他喝完了咖啡 起身离开了公馆咖啡 上了车 就按那个服务员给的电话 给林小辰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响了一会儿 接了起来 您好 顾潇潇直接说 请问你是林小辰吗 我是 请问您是 林小辰问 顾潇潇又说 我想问一下 有关于李欣的事情 电话那头的林小辰 听到李欣的名字 心口一阵的郁闷 语气也变得十分的不好 我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就挂了电话 顾潇潇听着嘟嘟嘟的声音 眉头醋了醋 竟然连他的电话都敢挂 不过一想 他刚刚也没有告诉林小辰 他是谁 这么一想的顾潇潇 给林小辰发了个短信 方便见个面吗 我想知道有关于李欣的一些事情 只要你提供的资料是我要的 我可以给你钱 林小辰一听到李欣这个名字就觉得晦气 因为李欣的事情 他才被开除了 林小辰在咖啡馆也工作得比较久 一直以来老板都是比较满意的 第一次一见面就直接让他滚蛋 林小辰为老板为什么 老板看他工作那么多年的份上 还是把原因告诉了他 原来是李欣绑架了夏末 木少亲自找老板为难 老板为了给木少一个交代 直接把他给开除了 开除后的林小辰 一时也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平时的工资虽然高 花费也高 他突然被辞退 现在也没有找到工作 当然是比较着急的